时间过得非常的快 俄乌战争持续将近一年了 那截至目前为止 欧盟对于俄罗斯一共是出台了九轮的制裁措施 那针对俄罗斯社会的各个领域 然而根据着一份数据是来自于俄罗斯央行 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就显示了 俄罗斯的经济并没有出现预期的大幅下滑 那么尽管去年的GDP是有所下降 但是呢整体来讲 俄罗斯的经济走势正在逐步的去向平稳 有经济学家表示 进口替代在抵抗西方的制裁当中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起来看一下本台记者发自莫斯科的 俄乌之战一周年系列报道 自去年俄乌冲突爆发之初 欧盟随即开始了对俄罗斯的首轮制裁 首当其冲的则是金融系统 卢布严重贬值 限制俄罗斯使用黄金和外汇储备 解除俄罗斯Swift支付系统等等 同时伴随着部分西方公司撤出俄罗斯 突然爆发的战事以及西方的制裁 也在俄罗斯境内对民众形成恐慌情绪 通货膨胀加速 俄罗斯央行也在制裁之初利用提高关键利率 外汇管制等各种金融手段 抵抗西方的制裁海啸 而为了应对高科技产品的制裁 俄罗斯也不得不开始重新调整经济结构 提高国内自主生产技术 然而经济结构的调整并非一个短期的过程 进口替代则成为了经济结构 转型过程中的救命稻草 也是未来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尽管经济结构调整 和部分进口替代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可能会一直持续下去 但也正是由于俄罗斯快速地实行进口替代 民众也并未觉得日常生活和战前有明显的区别 在采访中呢 专家是不断提到进口替代的作用 他认为在现今的情况下 要想抵抗住西方的制裁 进口替代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也是确保俄罗斯的经济平稳过渡的重要因素 凤凰卫视 颖利 斯里尔 萨维 莫斯科报道